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咱们来深入探讨一些人性中至关重要,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铁律。 老话说得好,天下兮兮,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。 这世间的纷纷扰扰,大多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咱们就先从规则这个看似严肃且不可动摇的话题说起。 一,规则并非铁律。 咱们千万不能过于迷信规则,为何这么讲呢? 因为规则在现实面前,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,坚不可摧。 你若拥有财富,规则或许会为你做出调整。 你若手握权力,规则甚至可能因你而改变。 然而,倘若你既无钱又无权,那可就无奈了,规则仿佛专门为你量身打造,紧紧地束缚着你。 这一现象,无论在何时何地,都切实存在。 那些有权有势之人调整改变规则时,还能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便宜行事,周全之举。 正如俗与所云,麻绳专挑细处断,厄运专找苦命人。 当你处于弱势时,他人的恶意便可能如影随形,让你避无可避。 只要在社会中历经魔力的人,都能深刻体会其中的滋味。 咱们瞧瞧那些在社会底层辛勤劳作的人们,他们规规矩矩地遵守规则,可有时仅仅因为没钱没事,稍有不声犯了点错,就可能遭到规则的严厉制裁。 而那些富人们呢,犯了错,或许只需交点钱,或者动用一些人脉关系,规则对他们便会变得宽松许多,这便是现实的残酷之处。 所以啊,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,规则并非绝对不变的,我们不能被其禁锢,要学会在规则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。 比如说,在商业领域,一些大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广泛的人脉资源,在面对某些规则限制时,往往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调整,以获取更大的利益。 而一些小企业或个体经营者,由于缺乏这些资源,只能严格遵守规则,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困境,甚至倒闭。 这就好比一场不公平的游戏,强者可以随意改变规则,弱者却只能被动接受。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气馁,我们要学会观察和分析规则的变化,寻找其中的机会,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资源,逐渐改变自己在规则面前的弱势地位。 二,人际关系是利益算计。 在人际关系的初始阶段,我们可能会觉得彼此说话投机,价值观相符,能带来良好的情绪价值,这样的关系就很不错了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会发现,关系能否长久维系,关键在于双方的利益价值是否平等。 倘若在交往中,一方总是吃亏,另一方总是占便宜,那么即便感情再好,也难免会产生矛盾,甚至亲兄弟都可能反目成仇。 例如,有两个朋友合伙创业,其中一个人全身心投入工作,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和压力,而另一个人却总是偷懒,在利益分配时还总想多分一杯羹。 起初,因为感情因素,努力的一方可能会选择忍耐,但时间一长,矛盾必然会爆发,最终导致关系破裂。 又或者在一个团队中,成员之间的能力和贡献存在差异,如果利益分配不合理,能力强,贡献大的成员得不到应有的回报,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,从而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。 再说说实力不平等的情况,当一方处于较高地位,另一方相对较低时,双方最终往往只能默契地分开。 处于高位的一方,长期照顾低位的一方会感到疲惫不堪,而低位的一方可能会埋怨对方的绝情冷漠,不给予更多的帮助。 这就是人性的现实体现,千古不变。 所以,在人际关系中,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,不要因为关系亲密就毫无顾忌地开玩笑,也不要因为感情深厚就忽视了用实际利益去感谢别人的帮助。 我们应当珍惜那些在你贫困弱小之时,不欺负你,不远离你的人,他们才是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。 当别人因为利益算计而远离你时,我们也不要过分责怪他们现实。 我们要把这种怨气转化为前进的动力,激励自己不断提升,在与人相处时降低对他人的期待,或许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同时,我们要更多地关注自己,努力成全自己。 只有这样,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清醒,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空间。 就像古人所说,君子之交淡如水,小人之交甘若理。 真正的友谊不应建立在纯粹的利益之上,但也不能忽视利益对关系的影响。 我们要学会在人际关系中平衡情感和利益,既要真诚待人,又要保护好自己的利益,这样才能建立健康,长久的人际关系。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就像一个丛林,虽然表面上看似文明有序,但本质上依然遵循着弱弱强势的法则。 那些老实善良的人,总是怀着美好的愿望,想用自己的付出和真心去感动别人,认为这样就能换来他人的善意回应。 然而,现实往往给他们沉重的打击,他们换来的常常是自己的委屈和卑微,得到的是别人的欺负和冷漠。 这其中的问题根源在于,他们过于单纯地看待人性,没有深刻认识到人的动物本质,以及社会残酷的底层逻辑。 我们必须明白,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,单纯的善良并不一定能换来同等的回报。 我们要收集自己的软弱和过度的表达欲。 当别人用伪装来面对我们时,我们不能毫无防备,要用伪装对抗伪装,用演戏对待虚伪。 要特别警惕那些口秘附件的小人,他们口中的赞美往往别有用心,可能是为了利用感情和信任来算计你的利益。 比如在工作场合中,有些人为了获取精神机会或者更多的资源,会对同事阿谀奉承,表面上和你称兄道弟, 暗地离去可能再算计你。 在商业竞争中,也有一些企业会采用不正当手段,打着合作的幌子,实际上是为了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机密或者抢占市场份额。 人性的复杂就在于此,它有时隐藏在美好的表象之下,让人难以察觉。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畏惧,我们要学会洞察人性,保护好自己。 就像古人云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老实人更要明白这个道理。 不能让自己的善良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。 我们要在保持善良的同时,学会运用智慧和策略,在这个丛林社会中,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,避免成为被欺负的对象。 四,考虑目的与利益不冲突。 当别人向我们提出建议或者表达某种观点时,我们千万不能盲目倾信他们所说的话。 我们要具备目的意识,深入思考器背后的动机。 比如说,有些人总是强调格局和付出,这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。 他们很可能是在给我们洗脑,试图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付出。 那些动不动就劝你宽容的人,或许并非真正的大度。 他们可能是在借此树立自己高大上的人设,以抬高自己的形象。 还有一些人跟你大谈道德和感恩,缘会大方才能成就事业的美好蓝图,这时候我们要留个心眼。 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你按照他们的期望去做,从而从中获利。 要知道,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有其目的,哪怕是一些不经意的表现动作,都可能透露出他们内心的动机。 我们只有从利益的角度去分析,从目的的层面去考量,才能避免轻易上当受骗。 如今的社会,形形色色的骗子层出不穷,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,看好自己的钱袋子,保护好自己的利益。 比如一些网络诈骗案例,骗子通过精心设计的骗局,以高额回报为诱饵,吸引人们投资或转账。 他们会编造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,让你相信这是一个难得的赚钱机会,而一旦你上当受骗,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。 所以,我们在面对各种诱惑和他人的说辞时,一定要保持清闲的头脑,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,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,保护好自己的切身利益。 五,能者多劳,与好人好报有条件。 在处理很多事情时,我们一定要明确对象,因为一旦对象选错了,结果将会截然不同。 我们对待好人,应当秉持以德报德的原则,别人对我们好,我们也要回馈以善意。 而对于坏人,我们则不能心思手软,要以牙还牙,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善良。 我们帮助别人并非一定要追求丰厚的回报,但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帮助被他人视为理所当然,甚至遭到恩将仇报。 我们不是非要贪得无厌,追求过多的利益,但我们应该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收入,而不是被别人无端地推三阻四。 以工作场景为例,如果你是一个能力出众,且勤奋努力的员工,遇到一个靠谱的老板,他会看到你的付出和价值,给予你相应的奖励和晋升机会。 这就是能者多劳的合理结果。 然而,如果老板不靠谱,他可能会忽视你的努力,不断地压榨你,让你承担更多的工作,却不给你应有的回报。 在这种情况下,你就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,考虑是否要寻找更合适的发展平台。 再比如在人际交往中,你对一个人真心实意的好,在他遇到困难时,多次伸出援手。 如果这个人懂得感恩,他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也尽力相助。 这样的关系会更加深厚和美好。 但如果他不懂得感恩,反而利用你的善良谋取私利,甚至在你遇到困难时落井下石,那么你就应该果断地远离他,避免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。 我们要学会在生活中辨别是非善恶,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,同时也要坚守善良的本心。 但我们的善良要有锋芒,不能让它成为别人伤害我们的武器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,既不失去自我,又能保护好自己,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追求幸福的目标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有所收获,也祝愿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况,不被人心的阴暗面所左右,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善良和智慧,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 谢谢大家的聆听,咱们下次再见了。